偶尔你也会遇到球没有入洞却停在下坡的位置 我将为你示范怎么处理这种球 给你一些窍门帮助你提高成功处理这种球的能力 处理这种球时首先要保证将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左腿上 这样可以保证让通过你肩膀的直线和角度与斜坡平行 要知道这样做的效果相当于减少了你选择球杆的球杆面轻角 因此要选择一根比平时打同样距离球时所使用的球杆的球杆面轻角稍大一些的球杆 现在走到球位这里 不要让球的位置太靠前 因为我们不想将重心沿斜坡向上转移 同时我们也不想让它的位置太靠后 在整个击球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你的重心落在左腿上 这一点很重要 让球位于你站姿的中线上 左手放的位置在球的前面一点 向后摆杆时要收紧双腕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杆头打到球后的地面上 并且保持整个动作连贯 处理这个球关键的一点是在整个击打过程中你要保持低姿 你应该感觉在击打后杆头滑到了高尔夫球的下面 然后朝下坡方向追着球而去 让我们来试一下 找一个下坡进行练习并遵守这些要点 这个练习可帮助你提高技术 祝你好运